北方的冬天冷不冷我不知道啊 我精神经历了之后才知道你们看一下这个油箱底下烧火 特别冷这大哥说这个油箱冻住了 现在是在属于内蒙古地区啊 说那么两个大哥这也弄弄那个火烤着这个油箱 哇烧了好棒啊 冷不冷我不知道你们自己看吧 反正我来了五天了我已经冻不住了 不是我也受不了了 我的车也是经常那个玻璃纯木结冰的 然后看一下这里 马上天黑了啊 现在才四点多天马上黑了 特别冷啊 现在往那个呼伦佩尔方向走 然后路上遇到两个大哥正在救援他们的车 所以我就给大家拍个视频记录一下啊 特别特别冷啊 就这个油箱怎么就会冻住了呢 我就搞不懂了 我这个车啊 出来好几天就没有冻过 我每天早上起来打火的话就一把就打着 可能这个车停在这里太久了 然后准备结冰了 我也不敢停太久 我保持每天要打着一次车 又一下车啊 然后我现在就继续出发了 我就是那个呃 看着抖音跟风过来内蒙古自驾游的那个小伙子 广西小伙子啊 现在已经来到了内蒙古的这个小新安岭了 这边的天气是实在太冷了 我开着这个小车过来 然后这个路大家可以看一下 全部是冰 而且他们说来这里自驾游还需要换什么雪地胎 雪地胎是什么东西啊 是是带着牙齿的轮胎吗还是什么样 我呢我的车啊 到现在还是这个轮胎啊 上这个波打滑的不得了啊 光面的很 你们看 这个是我之前一直用的那个防爆轮胎吗 因为这个车用的就是防爆轮胎 因为哪一天发生了那个呃 渣胎也可以跑的那个轮胎 然后一直上了这个坡 上不上不去了打滑 这里全是雪 呃好冷 我在在这里劝各位网友 不要看了别人的视频觉得很好玩 然后就跟风过来玩 呃这样是不对的 太冷了 然后你们看一下我带了个锯子 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是什么 这里是一片森林啊 这应该是白花树 然后我看到这里很多那个树枯萎 我准备拿这个锯子去整一点树 然后今天晚上 嗯 拿来做那个 哎呦你看这个雪 今天晚上拿来烤火保温作用啊 然后你们看这山上这个是什么动物脚印我就不懂了啊 因为这个地方是无人区啊 没有牧民 也没有房子 也没有人 我开了呃已经好几十公里了 我擦 太滑了什么吗 摔倒了啊 啊 我拍这个视频主要的原因就是呃出来内蒙古这边呃看到别人玩得很好玩不要跟风过来一定要做好准备再过来像我就没有做好准备 他们说要弄什么叫雪地胎的我就不懂我的车呢上这个坡就很打滑 但是打滑归打滑我就先不管啊我先去砍点柴火 呃搞点柴火今天晚上先把人的温底保重再说因为白天的话没那么冷晚上的话就冷的不行啊 看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脚印啊 一个洞一个洞的啊 应该是那个傻袍子啊傻袍子看这里有一个树枯萎的 应该是干了啊 树根都拔起来了应该是被雪压倒的这个树 还有很多啊 横击树扒的这些树看这些都是树 呃然后我先鞠一点树放在车里面 然后留着晚上用啊 太冷了我现在饿多有点受不了了 好了我先搞点柴火 搞了半天还没锯开 好累啊 但是你看一下这么长一顿木 可以烧一晚上了 但是呢 砍完了之后呢你看一下我这个是小轿车 我也不知道怎么装走啊 等一下可能还要分成另一节 然后放在后备箱 呃既然来了不管发生什么事 跪着也要走完他 好了木头已经取下来了 现在搬回车上放着啊 今天晚上就不会挨洞了兄弟们 太难了我的天啊 这生活就像是 历险的历险计一样 你看这个雪 好了我放车上先 柴火已经装完了今天晚上就不会挨洞了兄弟们 气死我了好累啊 买了一把九个九的去子 还能锯出这么大个木头已经很不错了 继续出发下一站 这个路特别打滑啊 开车过去的时候特别打滑 但是得能往后退一下 一直冲上去就可以了 不容易 现在鼻地留下来了 好冷 好了那我继续出发 找露营地了 起来